歡迎回到台地親生界歐洲中央銀行 ECB在6月5號宣布調降三大利率 其中銀行隔夜存款利率從0%下降到不0.1% 讓ECB成為第一個宣布採用負利率 來刺激景氣的主要中央銀行 而這樣的舉動導致歐元貶值 也進一步推升亞洲的貨幣 像是韓元就強勢升值 外界還預期美元對韓元會在九月升破一千元關卡 而究竟歐洲央行的舉動會對全球跟台灣的經濟 還有投資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請看國際財經展 歐洲中央銀行ECB總裁德拉基6月5號宣布 一連串刺激措施 包括同步調降基準利率 銀行隔夜存款利率 以及邊際貸款工具利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銀行隔夜存款利率 調降為負百分之零點一零 成為全球第一個啟動負利率的主要央行 不過負存款利率之前已經在瑞典跟丹麥實施過 效果並不明顯 而且銀行隔夜存款利率的調降 也可能讓商業銀行以零利率加上管理費的方式 轉嫁給存款戶 而ECB這樣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也衝擊亞洲韓元匯率 月月九號一美元對韓元匯率以一千零一十六點二元作收 創下兩千零八年金融危機以來最高 官方設定的一千零二十元防線失手 威脅到南韓出口產業 而其他國家是否也會受到歐元貶值影響 各國都在密切注意 雨電TV綜合報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歐洲央行成為全球第一個實施負利率的主要央行 這個舉動對於全球整體經濟還有台灣的經濟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財子學堂的創辦人林承映來為大家分析 林創辦人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創辦人我第一個想要先請教您 就是歐洲央行啟動負利率 那可能很多觀眾朋友對於這個名詞有點陌生 您可不可以先介紹一下什麼叫做負利率 基本上它是把銀行放在央行的錢 然後變成負利率 換言之你要把錢存在我歐洲央行的話 那麼你要付保管費給我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做這個動作的抑鬱 它是基本上希望把在銀行裡面可使用的資金的話 不要再放在我央行了 你可以放在你的銀行 然後你去做更多的放款 現階段歐洲面臨幾個問題 它在連續8個月 它的整個消費者物價的成長率都不到1 但是目標的話是2% 所以是低於預期 第二的話銀行的放款已經連續24個月的負成長 那麼這件事情就是牽涉到我們剛剛提的 你放款負成長 經濟當然復甦會比較慢 但是銀行為了保守起見 它又把錢放在歐洲央行 所以歐洲央行它就採取這樣的措施的話 然後逼使銀行讓它的資金成本提高 那麼它不得不把錢從這個央行這邊的話 拿回來然後去做其他的一個運用 它做這樣的措施讓更多的資金流出來 一方面的話也有讓歐元出現貶值的味道 歐元因為它不想強勢 所以它有一點走貶了對不對 那這對於投資人來說 會不會是一個買進歐元或者歐債的好時機 就現階段來講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歐元弱勢是可以確定的 那麼美元相對強勢是可以確定的 那麼這個美元既然有機會強勢的話 它會持續一段時間 那麼我們提到說在之前的話歐元先走扁 然後它在消息一期公布了之後 稍微指紋反而是出現反彈 那麼由於我們提到說歐元弱勢 它有機會會持續一段時間的話 這時候反而大家如果要投資外幣 投資美元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歐元既然已經會弱勢了的話 去歐洲旅遊是非常好的時間 對 去歐洲旅遊是一個滿好的時間點 因為除了這次的貨幣政策 它需要一段時間的發酵醞釀之外 那麼後面的話 我們這麼形容好了 ECB的話它還手中的話 它還有S 就是屬於老大 我們打撲克牌裡面的老大 它後面的話王牌未出 所以市場上面的對歐元弱勢的預期 會持續一段時間 那麼當這種情況發生的話 那麼當然去歐洲的旅行 甚至就是說去歐洲的投資 搞不好以後的話 會變成企業的一個選項 可是現在已經有很多業者 可能跟歐洲的業者 已經有生意的往來 那他們會不會受到 這一次負利率的影響呢 是 會 那麼會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去切成兩個部分 因為這一次的ECB它的做法 就是歐洲央行的做法 當然會刺激到這個景氣 景氣的復蘇 對於輸歐的這個股票 或者是對於歐洲的話 出口佔整個營收比重滿高的 那麼它就容易有表現 其實在近期 以台灣股市來講的話 比如說宏基 它正好也有 包括它切入這個雲端科技 宏基的股價的話 這樣大牛股盤整了這麼久 它業績還沒有出現 明顯的好轉的情況之下 股價也能夠衝到漲停板 其實某一種程度 就要反映類似的情形 所以對於國內的業者會有利 甚至於是包括像是個人電腦 PC業者 甚至於是一些工業電腦的業者 比如說像是研華這樣的公司 那麼其實都會有利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金融市場的話既然是這樣 那麼你稍稍到歐洲去 但是歐元的話 也有可能出現我們提的 會相對偏弱 它不一定會弱到哪裡去 因為畢竟它是主要貨幣 那麼大家對美元也有不信任感 對歐元也有不信任感 那這個時候 它就好像一個橋橋板一樣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業者而言的話 也是要留意就是說 是不是說你賺到了訂單 但是你搞不好在匯堆上面的話 要採取一些避險的措施 這也是要做盈應的 那所以您覺得各國這次的寬鬆政策 大概會持續多久 然後其實對於民眾而言 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參考注意到的指標 讓他們不會做出錯誤的反應 歐洲的央行 它的如果說真的 這一波的這個貨幣政策 要能夠 就是實施到某一個情況之下 那它沒有再推更寬鬆的貨幣政策 就照這個穩定的情況之處 可能要到2016年 甚至於2017年 美國第一個踩高一步 就是說它升息的速度 可能是最快的 那麼第二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日本的這個數字的話 還不錯 第一季的成長率高於預期 同時新公佈的數字的話 還不錯 只是說我們講第二季 調高消費稅的衝擊的話 那麼究竟有多大 可能到第三季才會比較明朗 那麼照這個速度下去的話 日本有可能是第二個 所以歐洲是最後一個 那麼觀察的重要的指標 第一個先觀察歐元對美元 那麼另外配合著觀察的 就是說美元的這個指數 因為在美元指數裡面 它用六種的貨幣 歐元的話佔比重視最高 再下來才是日元 所以如果說美元的指數轉強 代表說我們預期中的資金 最終的流向會往美元去走的時候 那麼在以往的觀察就是 當資金往美國走 那麼大概除了2000年的 科技網路泡沫那波以外的話 其他的就是說 全球的股市反而會有個 特別是漲高的 價位高的 它反而會有出現這個拉回的情形 這個也要做防範一個風險 全球的財經脈動 請鎖定每個星期的國際財經站 而接下來我們要請各位觀眾注意了 我們要出個跟時事相關的考題 全球各地的泡麵價格 面臨上漲的趨勢 主要原因是跟生產泡麵調味包 必須用到的胡椒國際市場 批發價標高有關 而以下哪一項跟胡椒價格漲跌 還有價位的描述是錯誤的呢 A.2013年起生產條件差所以價格攀高 B.馬來西亞的旱災頻傳影響了產量所以價格飆漲 C.白胡椒國際市場批發價比黑胡椒貴 D.主料產地生產價格飆漲 轉嫁到食品的加工業 大家先想一想稍後我們為你解答